12月21日下午,华晨宇在微博发了一段冬至祝福 过冬至吃饺子,过节不用赶早起 快乐馅儿,亲情皮,微博传递送友谊 黑夜长,白天短,昼夜长短,大反转 阴之近,阳时起,节气循环,庆节日 冬至后进入寒冬,多注意保暖,祝您节日快乐 网友纷纷调侃文案说道 你这文案不会上网上搜的吧,哈哈 你在哪里抄的群发信息 华晨宇从小是一个非常缺少爱的孩子 喜欢音乐也并非是天生的 是因为家里人说你去学钢琴吧 所以他才去学钢琴 因为没有机会和家里人袒露自己的心声 所以才把自己的情绪放进了音乐里 创造出来了非常多优秀的歌曲 直到音乐可以抒发自己心里的事情的时候 华晨宇才开始喜欢上音乐 并且一直到现在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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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